有本事通通事先讲 上周家刚刚说你知道大盘在等你吗 差点要唱出来就对 本周会有季线高速翻扬前 最后压缩的甜甜价 讨论朋友昨天是不是跌 昨天跌下来是不是跟我讲毫无悬念 他就是买点今天没错吧 昨天黑黑对不对 外资狂卖我们说毫无悬念 这是最后压缩买点 随时启动喷出 今天大涨120没错吧 相信江江你就是最强的赢家 好我们讲过的会赚科 喷出创新高13%了 我们讲过的马斯克版图 已经入侵台股 你有发现吗 建顺店今天跳空涨停一股难求 没错吧 光速可以被超越 但宇宙没有终点有没有 光速传说今天先进光创新高 没错吧 每一档都是这样 还有呢我讲很久的集合电动车 集合元宇宙 本一笔竟然不到8倍的股票 今天创不乱行高 每一档都是主胜卖表股头 今天注意听哦 我们昨天讲三天 今天过一天剩两天哦 两天过后季线会高速的翻扬 所以呢要赶赚要赶爆赚 好好的把握机会 2021年剩最后两周的冲刺 我一样会坚持帮你选刚起涨的主胜 标股好好把握机会了 比方说预创赚超过一倍的不用追 但是全新的另一波黑暗的洪荒之力在起啊 好好把握机会 另外一月初马上要公布12份营收 我们先知道江老师有本事先知道 让你先卡位赢在起跑点啊 由一档主胜标股 12月份营收会继续暴冲创历史新高 剩最后布局时间好好把握了 今天节目很精彩 一定要看哦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点鼓曾经的节目 同胞今天涨120点 完全不需要解盘 为什么上个礼拜还有昨天 我常讲你去考试有一个人叫江江 他永远事先把标准答案给你 啊这样子你还考不好 你还考不及格 你还无法大赚真该打屁股啊 是不是投资朋友 今天的节目请你我会用心讲 我会用力讲 你要用心听把它听进去 为什么呢 亲爱的投资朋友好好把握机会 26天 有26天的时间 这是黄金多头赚暴利的时刻 我待会再一次做详细的解析 请你听江江的要赶这个大赚 不只要大赚甚至要赶暴赚 我会跟各位讲的很清楚啊 来投赚吧 你注意看有没有 上个礼拜我讲的很清楚 你知道大盘在等你吗 对不对 本周三起季线会高速翻扬 大盘在等你最后三天 是不是通通事先这样 全台湾你找不到 像江江老师这样子 永远全心全意 把我的技术分析的抵制 发挥的力量最强大 昨天是不是跌 昨天跌143点 外资狂卖近200亿元 你跟着这个输家外资乱追乱看 你一定是输家嘛 对不对 可是你相信我说的好不好 毫无悬念啊 对昨天没有保留 没有任何保留 各位讲毫无悬念 我上周已经给各位答案了 甜甜价是不是甜甜价 大跌你不趁甜甜价买 你要等喷出涨停才追吗 是不是 所以我讲N次的 你必须要改变哦 你看2021年快要过去了 2021年你有跟我们一样 11档赚超过一倍吗 如果没有你要彻底改变啊 改变之后就有机会获得重生 是不是 这跟我之前预告的一模一样 待会我们看这个图形 是不是你看我们讲的会赚科 从66涨到74了 有没有 我们讲的马斯克版图一路抬股 你无法掌握我帮你一手 事先完全掌握 是不是讲过建顺店 你今天才要追吗追不到了 那明后天继续喷 那喷完之后掌停打开 你追到好不好 搞不好行情就没了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等下一支好不好 错过的都等下一支 家老师的实力 我一定会有办法 帮你找到什么 刚刚起涨的主身段标股 这是我的理念 我从来不追涨停 不追高档 我一直坚持坚持主身专攻起涨 把话听进去有没有 光速可以被超越 但宇宙没有终点 之前连最弱势的大力光都底部成型了 是不是 大力光是什么大老板们买嘛 对不对 那你小产户怎么办 买光速传说啊 是不是 78.5 83.4 两次买今天89.3 还获利减码 你会发现 来哦这个太经典了 来 很多股票都有一股力量 当你不敢买不肯买 他就喷出 当你看到喷出才追 谁阻力都弄你 是不是你看哦 我们买 低档买低档加码 今天获利出 懂我意思吗 就是这样的实力 自己好好的把握跟上 否则的话你都追高杀低 跌的时候下杀就砍出 喷出就追价 永远这样子 一直反复的错误的逻辑 跟错误的观念 操作的模式 那肯定会输光嘛 是不是 来 我讲多久了 从400多块 今天500多块的 集合电动车元宇宙 本益比竟然只有8倍 你认为合理吗 大盘本益比14.6倍 这档股票未来成长性很高 那本益比自然只有8倍 你认为合理吗 那不合理 他就非常符合什么 价值投资嘛 高价股适合有钱人操作 对不对 你看从400多块 今天500多块了 是不是好把握机会 另外呢 我待会会跟各位讲 两天后季线会高速翻扬 你知道吗 当季线高速翻扬之后 它背后隐含的意义是什么 是26天的黄金多头时间 我待会继续讲 你听我的要展开了 要敢爆转 一定要敢爆转 这是跟昨天各位说的 今年剩最后两周 昨天一片恐慌啊 没有人敢讲对不对 我说毫无悬念会喷出啊 今天是不是印证了 那既然印证之后 听我的最后两周充斥的时间 好好把握机会 这一档一定要把握 一定要把握 做短则扣3D 扣3D就是主身段喷出的 基本要件已经成立了 好对吧 另外还记得援金吗 我11月底预告说 我知道12月初公布的时候 援金引税会创历史新高 没错吧 37买喷到44 是不是直接10张送7万 100张送70万的获利 好那现在同样的模式 在1月初可以重新再复制一次 但是由于一档股票 江老师先知道 我电子财机的出身 我们园区的独大讯息 12月营收会继续爆喷 创历史新高 那现在股价没有喷出 我清代会员布局很久了 准备做最后加码 我们准备请新会员 做最后的邀请布局加码 请各位一定要把握了 江江说真的 低档布局坚持主身是赢家 你涨停财追 容易被套 昨天的游戏股对不对 每一档都喷涨停啊 今天跌9% 是不是 你看这个5478的志冠 昨天是喷涨停 很high啊 昨天你去追涨停 今天杀9%你怎么办 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从头到尾 我讲都是真心话 坚持主身低档起涨的时候布局 起涨有布局 你就不会被迫追涨停 你没有追涨停的坏毛病 你就不会短套 就不会被洗盘 没错吧 我重复讲每天讲 对不对 做太短保证被无限双八 不是被八一次 永远被阻力双八 那你有多少钱可以被双八产赔 是不是想清楚这个道理对不对 所以咬拨断 唯有做拨断赚暴利 才是最大的赢家 这是我的理念 这是我的理念 坚持主身的理念 相信江江的专业预告 相信我的事先给各位的预告 跟所谓的标准答案 然后呢相信我的主身 这个很重要啊 所有的主身段都会经过一个 扣3D预告技术的认证 所有会员都是可以上我的课程 这个课程的费用 已经包含在会费里面了 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 你完全不需要再多花很多钱 这是江老师会员的附加价值 这是所有参加我的会员 我的团队成员的附加价值 你只要有心学想要学我的课程 你可以重复的学习 你如果上过一次课程 保证无法经济 可是同样的理念 同样的技术 你学会之后复习10次 复习50次 复习100次 你会沉浸啊 你会非常的精熟 懂我意思吗 好好的把握机会 我讲过这个世界都一样 越努力越幸运 因为天下没有永远白色的午餐 上天永远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江老师多努力 有没有 我们每周六的战报 上周六的时候很精彩 预告本周会有压缩 压缩你要敢买 你看我事先利用最强战报 给你答案啊 给你没有人有办法给你的答案 标准答案 所以你看昨天盘式叠下的时候 你完全不会怕 你在上周我的最强战报引领 你预告之下你完全不会怕 你会懂得敢买 是不是敢爆赚 今天是不是赢了 坚持祖生很重要哦 2021年他是康庄大盗 2022年他也仍然是康庄大盗 因为我们2021年 帮会员赚了11档股票 获利超过一倍 就是证据来 那我的节目记得帮我订阅 按赞跟分享 两大粉丝团也请各位 扫描QR Code做加入哦 来好不好 跟各位解析的哦 为什么是26天 注意听哦 我在162481616 是不是一路喊 我一路坚持喊 先攻万八再到万九 没错吧 16393攻万八万九 这是第六大波的最少满足点 从来都没有怀疑过 10月12号 跌13周 各位回档第13周 哪有人在废势急速 这么大的急速数字 13周的底下去放空 不要命了 是不是买点啊 我在10月10号就预告哦 先攻万八再战万九 没错吧 扣低值没错吧 你是不是你自己试过境迁 验证后想清楚一个问题 你要不要学全国为具有预告能力的 技术的指标 有没有 16387扣3D 前面扣3D都爆喷 那请问这里扣3D 难道不是送前行情吗 16387至少送到万八嘛 是不是完全印证 然后这一张看清楚了 我是江江 我在11月19号画的图 你今天来做验证一模一样 我的会员说什么 惊为天人 江老师太恐怖了 我在一个月前画的图 到今天他的形态 他的模式 竟然一个月过后验证一模一样 好不好你看哦 回上回上回上 有没有是回回了再上 上了再回又再上再回再上 有没有 12345是不是要喷 你看这一张 12345是不是要喷 昨天这张是不是 12345是不是要喷 跟一个月前画的近来一模一样 是不是惊为天人 我是江江 那我是不是最强的江江 你自己讲答案 有没有 这个是要喷出的格局 你看今天收盘 昨天收17669 那今天收哪里 今天收17789 是不是 你注意看 我画图 你注意看 月线这件事翻扬了 重新来一次 月线是翻扬了 为什么月线能够翻扬呢 月线开始扣低了 有没有 好季线开始扣这边对不对 明天扣这里哦 那季线明天也是扣 开始扣低 季线今天翻扬了 那明天开始后天开始 季线会高速翻扬 高速翻扬结果呢 他很轻易会出破半年线 也就是说明后天之后呢 再跟大长虹 再跟中长虹 月线翻扬在上面 季线赤枝 然后呢半年线第三 年线第四 我讲多少次了 这不就是大多头排列吗 那大多头排列 明天开始扣哪里 你看哦 明天是不是加1 来看 明天加1是不是扣这里 你看哦 我加26给各位看 直接加26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26天过后 那从这里开始 他会连续扣26天 好我圈圈画的不够大 重新一次 好有没有 26天 26天再一次 好这里有没有 他有没有 未来26天季线全速扣这里 就是说未来26天季线不只会高速翻扬 会有连续26天高速翻扬 会有26天的大多头排列 那是不是 这是我在11月19号预告的 大盘会反复压缩压缩 目的只为了让我们看到什么 台北股市长均线的架构出现大多头排列 好啊你等啊等一周两三四周 等一个月过去对不对 终于出现了 那我事先讲的事后验证 那现在是什么 现在你要赶大转的时间好不好 这是你要赶大转的时间 这是暴力的行情 到农历年之前18500跑不掉 到农历年前最少最少都是18500点 我没有跟你讨论是不是会过18000 我直接跟你讲农历年前就是18500 另外有个问题 那今天是不是加点股价指数涨 涨120 可是呢你看哦 上市贵加起来 涨超过5%的 竟然只有58档 什么意思 主力又在用指数去玩弄散户了 对不对 昨天之前指数不动压回标股喷喷喷喷喷 你不敢赚 好那今天指数一喷出标股不太动了 你又撞不到是不是 他永远想办法在坑杀你 懂我意思吗 那你要有正确的观念 你要平常心面对 为什么今天这个红K 目的在哪里 稳住指数 稳住长均线的结构 稳住多头的气势 那指数稳住了 全值股稳住之后呢 接下来一样是中小型标股的机会 为什么 你注意看哦 大盘要明天开始才有机会 大多头排列对不对 OTC已经排列多多排列很久了 然后呢 注意看哦 链子还没通行高对不对 他昨天已经敲敲敲敲怎么样 月线季线半年线年线 昨天的电子已经大多头排列了 来 注意看哦 这个电子股 电子股指数 他昨天呢 昨天是12月20号 已经大多头排列 对不对 那请问你要不要大赚 懂意思吗 我讲的够清楚 我今天把特别打字出来 给各位做个详细的解析 电子指数经过这样子的 反复回撤之后呢 洗盘甩掉之后 他昨天已经出现什么 出现大多头排列 大多头排列 他不是文言文啊 他是白话文啊 我又再一次给各位 你去考试 又给各位标准答案了 一样哈 他未来有几天 他未来有26天的时间 全部都扣低值 那未来季线会有26天 高速度的上扬 前高必过 会有很多很多股票 在过农历年之前 让你赚三成五成一倍 讲完了 讲得够清楚够直白 所以我跟各位讲过了 我不是今天才讲 我上周就跟各位说 本周押回的最后甜甜价 你要赶赚 你要赶大赚 你要赶爆赚 没错吧 所以我刚刚预告过的 有一档标股在1月初的时候 公布12月份的营收 会大幅度的创下日子新高 完全去复制原金的模式 请各位在股价还没喷出哦 喷出前听我的 赶紧把电话拨通完成布局 这才是首要的任务哈 好自己记清楚了哈 来好不好你看哦 我在啊一个月前 11月19号画的结构模型 竟然在今天完全验证 一模一样 惊为天人好不好 我是江江 我是苦练19年的江江 所以你只要是我的会员 都可以学习 学习永远是最赚钱的投资 我相信假以时日 假设你下的功夫够深 因为你不用摸索 你完全不要重新学习 我是把我苦练19年的成果 直接交给你 你不用走约网路 你不用绕了好多圈 你直接成长 你直接晋升成为赢家 懂意思吗 这是最强的预告技术 好好把握机会 扣3D一定要学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主升标股 意思是说 会让你赚三成五成 一倍两倍的标股 都需要扣3D的佐证 来 够清楚吧 建策200多块扣3D 我骗你 所有未来会让你赚一倍的股票 都需要扣3D的加持 结果呢 差不多364% 没错吧 这是谁 这是郁创 郁创 那请问是不是扣3D 我没有骗你 所有会让你赚一倍他的股票 都需要扣3D 52块钱 让你看到104 是赚一倍 有没有 好 这是郁创 第二段也赢了 106% 这是这个伪权店 是125% 你看上个礼拜最长赞报 有没有 江老师说 店员管理IC 不会寂寞 有吧 我讲得够清楚对不对 你看上礼拜来免费 索取最长赞报 是不是赢家 超级大赢家 我不只跟卫生市买一点 甚至把主流都跟卫讲了 还帮完联发科 没错吧 这是九阳是一倍 所以全部都证明我讲的没有错 唯有坚持主升 财富方的倍增 唯有你增在股市 赚到第一桶金 赚超过一档一倍的以上的股票 你的股市人生的康庄大道 就此展开 是不是 毫无悬念啊 所以我说过了 要赚就赚主升段 如果你要做当冲做隔日冲 不好意思我这边没有 你去找别人 我们是偶而为之 那不是我们的主轴 我的主轴就是赚波段 我的主轴是赚暴利 因为我深刻知道深刻清楚 这个资本市场啊 有钱人越来越有钱 散户越来越穷 我唯有想办法让财富 让散户的财富资产翻倍 你的资金唯有翻倍 你才能够追赶上这个资本家 懂我意思吗 所以头保赶紧把握机会 一边赚大钱 一边赚暴利 一边学扣3D的技术 这是元金 是不是11月 11月中 我说他12月份公布 10月营收会创历史新高 是不是扣3D 营收会创历史高 股价又扣3D呢 头保那不是送钱行情吗 是不是送钱行情 头保没错吧 10月底加12月呢 是不是江老师的技术 永远让你看见未来 没错吧 所以头保永远锁定 转折扣3D的主升标股 然后供期涨点 买期涨很重要 你只要买到期涨 你就不需要追高了 你就没有必要去追涨停了 没错吧 来吧 这是亚信 那亚信是不是扣3D 够清楚哈 184扣3D 那亚信290了 是不是扣3D噴了没 没有 那后面呢噴了 是爆赚了 有没有 好好不好 这是创围 14821 我不是魔术师 我会员不是诈骗集团 我们会员是扎扎实实 主升段标股的信奉者 我们不做短线 因为我知道你看哦 这边有没有震荡一个月 快一个月时间 震荡一个月 你做短线一定死 你做短线一定产培 我跟你保证 所以我跟各位说 我其实我知道啊 假设我跟你讲 我天天做短线 可以帮你赚很多的钱 我如果骗你的话 我相信很多人会心动 你懂我意思吗 我跟你说我做短线很厉害 我可以用短线帮你致富 一定很多人很因为贪心 因为散户都很贪心的 很多贪心散户 他一定会相信 但是我不能这样做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那是骗人的 因为做波段的稳定度 比做短线强十倍以上 懂我意思 你不能今天赚3% 明天赚5% 这没有用啊 是不是 你昨天去追志冠 今天志冠杀9% 没有用啊 所以我讲的都是真的 我不会因为要收更多会员 跟你随便乱讲 那不符合我的个性 懂意思啊 所以要赚就赚主身段 主身段他不是短线 主身段没有一夜致富 主身段只有一步一脚印 扎扎实实 让你的资金经过专业的引领 慢慢的缓步成长 最后成长翻倍为止 懂意思吗 就是光洁有没有 扣低 五一变六一 来 对吧 请问的 对吧 这样你抱得住吗 对吧 那请问过去五天 光洁长这样子 你抱得住吗 做短线有人会赢吗 死光光啊 可是我们咬波段呢 我咬波段呢 我咬波段呢 我咬波段 双八产培 啊做波段轻松 十张赚十万 今天创波段新高 请问啊你要做短线还是咬波段 答案很清楚啦 那我希望你听进去 虽然我很清楚 很多赏户 因为很贪心 完全听不下去 但是我说过 我会继续 继续跟各位讲这个观念 我相信总统有一天会感 会感动你 当你在外面输很多很多 生活越来越穷 生活品质越来越差的时候 我希望你有一天你会觉悟 觉悟 这个认同我说的是真的 懂我意思吗 比方说我没有 我这是你不能不知道的未来趋势啊 我讲的都是真的啊 就是大的趋势对不对 新电网路跟杰出能 对吧 有没有 健顺电 是喷35% 那你今天才买 什么利多来啦 一股难求啦 那你为什么不这里就买好呢 什么是不是 圆湖底 有没有我跟各位讲过 哎这个是很清楚啊 这个是圆湖底 圆湖底的健顺电 有没有啊 然后呢颈线突破 是兼职主持人是买旗涨 是买旗涨 买旗涨就赚喷出嘛 那你现在就不用追啦 免涨厅你也不能追 为什么 因为他如果涨厅打开 就会大幅度的震荡啊 所以买下一只 来你看这个会赚科 其实这个会赚科 也是很清楚的这个架构 有没有 这个是不是扣3D 扣3D 扣3D 66是变成74 没错吧 没错哦 减码哦 我说过 光速可以被超越 但宇宙没有终点 有没有 大力光喷出了 大力光适合大老板啊 因为一张 两三百两百多万对不对 那下一档公众传说 我们买低价的 有没有 这是谁 是不是先进光 这答案够清楚了吧 光速传说啊 你看哦 那请问我买先进光的时候 是不是扣3D 78.5 扣3D 没错吧 78.5买83.4再加码 那今天是喷出 今天我们卖啊 今天我们趁盘中放量 好不好 放量什么意思 盘中放量代表很多人去追 你看哦 我买旗涨 然后我短出 出在盘中 很多人去追的时候 好不好 请问这是赢家的气质 赢家的风范 我今天卖这里附近哦 你看哦 今天336 你看啊 我卖这里附近他这样子杀 懂我意思吗 所以一定要跟上 一定要跟上 就是上个礼拜五 今天喷出 我卖这里附近 尾盘收低了 懂我意思吗 你看我们高卖 未来有低 我们又可以低接了 一档看好的主生标股 低进高出一半 拉回再接高出一半 顺便做价差 同时并进 懂哦 这就是主生段的标股人生 请你好好地把握机会嘛 来啊 这是我昨天讲的 我昨天在福利社直接 直接讲对不对 那这是不是仰字 没错吧 有没有一个大三角收敛 大三角收敛 昨天是不是突破第一天 突破第一天买进啊 主生段标股必被条件出现 我确认之后 利用我的专业确认之后呢 我只买这种 我只买这种 昨天356 今天394了 昨天356 今天394 昨天k线长这样 今天k线用喷的 可以接受吗 这是主生段的标股人生 那可以接受吗 从以前验证到今天 这就是你未来的 主生段的标股人生 就是你的股市生活 昨天买这里 今天这样喷 可以接受吗 是不是好好把握机会 来 元宇宙我们之前的预创 已经赚超过一倍了 有一档新的 有一档新的 我把它取名成 另一波黑暗洪荒之力 因为它用硬体 然后呢 扩充到软体的很棒的一档股票 好好把握机会 大家有没有喷出了 然后另外呢 有没有 我昨天讲的毫无悬念 完全事先讲 完全事先给各位讲说 昨天大跌143点是甜点价 你昨天敢买吗 不敢 昨天9成9的散户都下到了 好可怕 美国大跌电子盘大跌 外资狂卖 连坎都来不及 怎么会敢买呢 那今天呢 是不是逆转了 懂我意思吗 所以赢家永远是少数 没错吧 所以今年2021年 最有两周冲刺哦 努力的冲刺 我冲刺的时候呢 我一样坚持会做一件事情 帮你选刚起涨的主身标股 让你大赚红包的获利 然后呢 这一档请你特别留意了 1月初就会公布了 那1月2号还是1月10号 我不知道 因为那是公司决定事情 但是我确认这件事情是 他10月营收历史高 大幅度创历史高 那别人不知道 我们团队先知道 那别人知道后才追 法人知道后才追 像元金一样 那你现在先知道 你先卡位不就很好吗 这不是稳稳的送钱行情吗 送的大红包行情啊 是不是啊 现在会员最后邀请 最后布局 最后邀请 最后布局 他成交量上万张好几万张 你想买500张 1000张2000张都ok 都没有问题 大股票好好的把握机会了 来的生活圈留言加168 或者是0800668085的电话 把他拨通了 新会员赶紧做持股诊断了 一样 来全新标股12月的营收 会标记性高 然后我刚补充 我刚刚的另外一档 我的400多块买一档股票 我跟我讲 他是电动车和元宇宙 双题材的标股 本益比竟然只有8倍 大盘本益比14.6倍 他的本益比8倍 合理吗不合理 不合理就是什么 价值投资 买起来爆住 今天登上500块了 是不是 未来往600700做迈进 所以好好的把握机会 全新的标股 明天带你进场 天天价已经不多了 大盘很快 就会看到中长虹喷出 因为大多的排列 然后呢过万八了 那你不要等到万八才来垂心肝 因为你再也买不到万八之下了 毫无悬念 我都事先讲 好好的把握机会 不要等明天 明天太遥远 今天就行动 赶紧报名了 那我的节目记得帮我订阅 按赞跟分享 祝各位操盘順利 拜拜 并自负投资风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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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